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很多报纸 你不如花一些时间都看一些图 他慢慢会告诉你很多事情 你会跟他变成朋友 你会发现很多的资金 很多的钱就在里面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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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会发现那些技术线 你都在跟你讲话 对 跟你讲话 他告诉你怎么赚钱 但是你还看得够久 而且够了解 对 那么我们说人 人不长相外形不一样 那厉害的人看到你的外形 可能可以把你的过去 现在跟未来 看面相对不对 那股票到底也是这样 他有一定的轨迹 他有一定的这种形态 那厉害的人看到他过去的形态 轨迹他可能推断未来 所以知道过去 现在也可以推断未来 这同样的道理 所以为什么 我要告诉大家一些形态 你要了解这自然的姿态 那你才能决胜在几何方圆之间 好 上次我们讲的是三角形 今天我们来讲正一点正方 不是正方形 矩形 矩形呢 它也可以叫相简或是一般也可以俗称叫平台 那怎么形成的 因为多空势均立敌 变成区间震荡 上面那根线就变成压力 下面那根就变成支撑 就形成水平姿态 那这种呢 重点是这种叫做中途形态居多了 也就是说这边整理整理完 往上突破的机会率是比较高一点 不过这突破的过程当中在这里面呢 当然量价配合要 上攻的时候比较有量 回档在低远的时候就比较没有量 这叫多头形态 是 那么来我们来看一些 比如说老金先来看一些 第二个 好 对不起上一张 上一张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 下一个 对不对 下一张 下一个 这相情内我刚刚提到 因为量价 你要判断它向上突破 是向上跌破 向下跌破 你可以先从量价结构 做先进指标先进研判 是 就可以了解它向上突破机会比较高 还是向下跌破 那跌破 涨破 跟跌破的目标测量很简单 这是相形 那如果这边突破了 当然基本上都是一个对称 对背的幅度 对称的幅度 或者对背的幅度 如果你了解这四个简单的道理 非常简单的这四个道理 我想大部分投资人都知道 那我们就举一些例子来看 好 看到过去的相形 富方金过去这段时间里面 利用几个月 做出一个不利的高档相形 对 那高档相形是向上跌破 向下跌破 向下跌破 有没有满足呢 看起来好像还没有满足 没有 所以这种相形的跌破 目前只是初步的反弹 看这档股票看起来 未来似乎还是比较弱势 可是它如果还没有跌破 就已经收脚往上 但还是会下来 如果你相信它是一个相形的跌破 而且是有道理 基本面的变化相形的跌破 是一种质变的话 那你相信这个地方 你强反弹可以 但这中波段还不是进场时间 是 那看到相形更明显的例子呢 它有达这种各股的更明显 它也关系到未来大盘 到底还没有高点 你看过去用一点的时间 做出一个八块钱到十块钱的相形 突破之后在今年跟去年之间 又形成快一年的整体的 在十一块到十三块多之间的相形 所以时间很长 对 那你看 你看 它这个突破的时候 上上的时候都有亮 向下的时候都就亮上 向上突破有亮 向下都是亮缩 向上都 这个就代表它未来要突破 那这里呢 也同样有这个味道哦 也有这个味道 这里有这个味道 一直到这边 好像味道就比较不好 对 但是近期间之内又开始 有这种凹洞出现了 向上突破是有亮 所以未来两天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友达的关键 如果它能够再亮 能够供过这根K线的话 那么我认为 它向上突破是有那个几率的 虽然它比群状是稍微弱一点 是 为什么 因为我一直强调 你应该买群状不是买它 我们只做技术教学 因为那一部分 我一直强调 就是在财报上面 当然就群状会比较强一点 但是形态 现在友达做这个形态 它是个标准的形态 你观察它到未来 有没有机会向上突破 那关系到大盘到底 是向上或者向下 也是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这个是友达 那另外我们来看到 继续怎么应用 骑行 说到这个骑行 其实就是我们过去讲的 一种通道 对 它是走了 走之后走一段 那形成一个这样子的 这个叫下飘骑 下降的骑行 或者下降的通道 这种下降通道 通常是往上突破的中途站 那如果突破呢 大概是就这一段的幅度的距离 那如果相反呢 它是走出 它是下跌之后 形成这样一个上飘骑 这样一个上飘骑 那代表上飘骑 是往下跌破的几率 是比较高的 跌破之后 就是这样一个对称的幅度 所以简单说 它是类似一面骑 骑飘的方向是逆阻趋势的 如果多头的骑行是向下 它只是回挡 空头的骑行是向上 它是反弹 那骑行你要判断往哪边做突破 这跌破呢 也刚刚那个道理 看量价配有的情况 OK 再往下看一看 那么这突破 这些我们再举一些例子来看 很多个股在下跌的过程当中 会出现了非常多的这种骑行 比如说过去 我记得在80块钱附近跌破了 微星我们就告诉大家 头部成型 头部成型之后 你看出现了多少次的上飘骑 上飘骑的结果都是怎么样 上飘骑都是上飘 没有量 下沙有量 上飘没有量 下沙有量 上飘没有量 下沙有量 到现在都还没有改变 形成多少个上飘骑 结果都下破 破到现在大盘 破到万点了 它竟然连续盘跌了这么久 到现在还没有转机 这个很标准的上飘骑 那怎么化解上飘骑 会是什么样的状态 等到这个情头改变 等到另外一个底部出现了 那这个底部看起来都还没有出现 OK 那么当然是比较负面的示范 那比较正面的呢 这两个股上个礼拜跟上上礼拜 我都强力推荐给大家 对不对 我记得这一根线 凡是在这一根线出现的时候 我说这根下来 就是一个下降期的完成 在沙两根黑 这边有一条季线 我说就是一个买点 两个礼拜已经讲了 那你看这段时间里面 大盘只是反弹 它已经涨了三四成 它就是一个标准的过程当中 下降期向上突破 对不对 量价配合对 下降期这边量小 這邊量大 形成一個量能的凹洞 下降級突破向上 結果大盤還沒有過高 它已經連續過高了 未來如果回到這個位置 當然就是一個短線的埋量 那同樣的例子 出現在很多的個股身上 比如說我們過去 是IC設計 強調過這種個股 它也是一樣 走一個下降級 那現在目前 也在形成一個下降級 但這個期間也滿大的 所以整理的事情 可能會比較長一點 可是未來的趨勢 應該是下降級的突破 所以這個中多的走勢 是沒有改變 當然這裡面還有一種叫做 蟹型 我們必須講一下蟹型 蟹型有些人把它規作齊型 也可以不規作齊型 單獨成了一類的表現 因為它跟齊型不一樣的地方 是相反的 上升蟹型是往下破的 下降蟹型 它是高檔跟低檔的反轉型態 那麼來我們看那個例子 在之前我跟大家講過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 在一個多月之前 我不是告訴大家 金融局走一個上升蟹型 結果上升蟹型 如果你聽得懂上升蟹型 那段時間裡面 這暴跌了一個多月 你可以完全避過 到這邊再考慮要不要做切入 這就是一個很標準的上升蟹型 OK 好 那麼我最後要跟大家交代一下 這種形態的發展 你必須經常看之後多多去體會 那我剛好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蟹大飛蟹 同樣都是光之輩 它也算是光之輩 雖然沒有一個光 對 它就是沒有光 所以它長不動 但是它之前已經飄得這麼遠 對 那現在已經成了一個下降蟹型 那這個下降蟹型 到底是不是真的蟹型 那我說蟹大 就不是蟹 因為這個蟹 震盪幅度過大 蟹太大了 你就看 這個蟹竿這麼小 這個蟹這麼大 那這個蟹竿容易斷 所以這個地方 你就不要 盡量不要用蟹型的眼光 來看待這種下降通道 跟蟹型的發展 好吧 這個是給大家做參考 你現在從圖形上 這段行情下的回漲過來 過程當中 你可以多多去注意 很多個股 形成一個下降蟹型 已經在低點形成一個買點了 很多股票在這邊輕輕一談 10% 20%的股票 非常的多 這個就是你的機會所在 是 機會所在 那你用心去尋找 那待會兒 我會給大家 經常股票的參考 都是屬於這種例子的 好 謝謝詹總 今天教大家 這個形態 怎麼樣應用在你的選股上頭 那麼再來 我們要有請明哲 幫我們來介紹一下 明天要上櫃的新股票 叫做三倍得 我們光看名字 猜不出來 這是什麼公司 它是數位教育商 它價差蠻大的 因為它 承銷價是85塊 今天新櫃收盤是173 所以是一倍 一倍嗎 它如果開盤是新櫃的價格 就是一倍 就一倍了對不對 所以如果明天你搶得到85 應該是搶不到 應該是你如果有抽到85的話 你就拉體了 你應該先訂一下餐廳 看明天下午才要吃什麼 好啦 這個是三倍得 那我們要介紹一下 它是什麼樣的一家公司 來我們來看看 它其實是線上學習的 對 其實現在大家看到很多廣告 比如說那個XXABC 對不對 它就是讓你說 我那個你有一個帳號 我隨時可以登入你的那個觀光網站 對 我去看你那個教學 它現在都有APP 對 因為以前我們是 我們在補習班的時候對不對 我們是 對啊 人群補習班 反正就是六點半要上課嘛 然後九點下課嘛 所以你就人要到那邊嘛 對 你不可能說我今天有事情沒辦法上課 那老師你是不是下次再教這東西 沒有 缺課 不可能啊 對不對 所以你就缺課了 那現在因為大家會因應這種 現在小朋友其實我覺得補習也很辛苦 所以不如讓你在家看 我覺得會比較方便 對 就拿一個PAD對不對 然後你就對著它 然後老師就在那邊跟你上課 對 或者是電腦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說 如果我這裡看不懂 可以拉回去再看一下 對 老師就錄好的 那你隨時要看就可以 沒錯 看幾遍也都可以 沒錯 對不對 然後它是第一家掛牌的 數位教育的文創公司 另外它以前曾經代理過那個 CCC芝麻街 那它其實代理很多 之前三倍德是那個 三立歐的那個台灣籍公司 那三立歐就是那個Hello Kitty 對 那只是後來覺得經營不是很好經營 然後就把公司賣給 這個現在的董長施永信 對 那時候其實是從這個 代理那個小朋友起家 包括東森的又又台的產品 包括芝麻街的這個代理 那後來他覺得說 他希望讓那個學生 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反正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我每天都要跑到補習班 那也很累 對 就是你可以看你想要學什麼東西 你的進度怎麼樣 你可以自己去做調整 所以他才把去成立這個 從原本的這個 所謂的一個 包括芝麻街的代理 或者說一些 這個幼教產品的代理 然後改為是線上學習的 我們來看我們要講最有名的 但是他長得跟你好像 他是歷史 我比較帥 我比較帥 你比較帥好 歷史名師叫吕傑 那他之前還拍廣告 然後他的上課的風格 是非常活潑 對 學生都會哈哈大笑的 哈哈大笑 對不對 那我這邊講你笑不出來 我們來看一段 這個吕傑老師他當初上課 他在形容那個六四天安門 人家鎮壓的時候 他說 他怎麼說的 來我們來聽聽看 在這幾年我看到台灣的亂象之後 我想到一個非常棒的鎮壓方法 不要用坦克車 用什麼 水肥車 公學這有五大好處的 這有五大好處的 你用坦克車機關槍鎮壓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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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噹 同學 學生會害怕 沒有錯 但是學生會更團結 學生會更團結 比如說 你們主任被子彈打到 你們精緻被主任打到 compte their投給一個吵方 你會不會去救他 不會 我們去救他 主任 精緻 我們走 我們走 你們精緻躺在地上 尉先生 不要管我 繼續為民主憤怒 當天晚上學生開會 那個一直會更堅定 好 這個是呂捷老師 他就是唱作劇家 他就是跟學生開玩笑 有的是我們補習 以前補習就睡著 但這種老師不會睡著 就已經上課上一整天了 然後去那個補習班 還要看個大螢幕這樣子 對 就是他有他的風格 是名師名師 所以這一家 我們是三輩德 他的名師就是呂捷 他其實招攬了很多 有名的老師 但是這個應該是家裡 有小朋友才會比較熟悉 比較熟悉 呂捷老師 很有名師 所以其實除了三輩德之外 現在其實國內 還蠻多類似的補教都掛牌 沒錯 其實最近 興起一波所謂的補教業掛牌潮 我剛剛其實在講 他技術分析的時候 我說有股票即便漲一倍 你大概也不知道他幹嘛 就卓越 就卓越 我們看一下卓越的進行 你看他標程怎樣 他股價從100塊 100出頭 對 100塊左右 然後漲到281塊 兩倍多快三倍 收盤是275塊 其實真的很少聽到人家在講他 對啊 就是他股價已經默默的漲了一倍 大家還是看那個光學的部分 你知道他其實以前是電子公司 他以前是做光纖的 光纖電碼的 不賺錢 對 不賺錢 然後後來就有那個私募嘛 然後就有一家補習班去入股 成立補習班 成立搭那個公車上跑來跑去 對 公車站牌嘛 但是我高中補的是神二哲 神二哲不是教英文的 沒有 也教數學 數學也有教 我補和名啦 好啦 我們來看到 其實他就是因為成立補習班來入股 所以飆上去對不對 沒錯 所以他這個卓越 現在應該也從這個光纖產業 變成有一點補教 文教產業 文教產業 那另外像大地 大地我想這個其實大家比較熟悉 因為他就在中國 那時候在講那個開放二胎的時候 幼兒園 就大家覺得說他的機會蠻大的 因為他在中國的這個幼教 不論是產品 或是幼兒園的部分 他其實規模都還做得蠻大 所以你看他的獲利其實還不錯 10塊錢 對 所以這個應該算是 國內的文教產業 但是他最主要的市場在中國 對 那製機呢 製機就是 這要考公職的 就是如果 製光補習班 製光補習班 就各大火車站出來 就會看到製光補習班 所以如果你要補公職的 你要考公職 現在大家覺得工作很難找 就要考個公務員的時候 你就要找這一家 製機 對 製機的部分 他也是一年賺到10塊錢 他一年也賺10塊錢 所以你看其實真的 是不是要 該去跟補習班老闆殺個假 因為他們的EPS還蠻高的 補習班為什麼大家都願意 其實他們賺很多錢 因為他都收現金 你要來上課 你錢要先給我 你要缺客 我沒有要還你錢 沒錯 然後你如果 暴明了之後 你想一想 我還是不要暴明好了 我要扣錢下來 反正他也沒有 有的有保證班 但大部分沒有 你補過就算 你考不好也是 所以這是補習班 那三倍德就是 明天要上櫃的這家 對 就明天要上櫃的這家 好 非常謝謝明哲 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是國內 明天的這個三倍德 他正式的掛牌上櫃 那國內還有其他的一些文教產業 都給您做參考 那我們休息一下囉 下一段回來有詹容的選鼓 不要錯過 Live is beautiful Cause you always run me Mr. Brown Happiness is the most Mr. Brown Mr. Brown Always be there 波浪咖啡 消費者都知道 菜要洗久一點 才能把農藥洗乾淨 但又擔心洗碗精的化學合成物殘留 安安啦 我都用南橋水晶 菜子油製造 無時化合成 連菜跟水果都可以洗 洗碗盤更不用擔心喔 來吃水果囉 洗得再久都安心 南橋水晶石器洗滴液 Samsung Galaxy S8系列 5月1号气势登场 Samsung Galaxy S8系列 开卖独享原厂配件购物金 2500元 台湾第一部 价格MIT 上七月六両台湾这支 很菜很味 拼一项后 新鲜尊荣 尽在国产鹿荣 华林两季 跟您做回节能减碳爱地球 画来的亮 华林冷气 现在买华林冷气 赠品六选一 实施中 妙祖父 又好又便宜 台南富幼用品展来咯 北套品牌联合特卖 4月28到5月1号 南方世贸 你妈 你怎么看 国产鹿荣 你怎么看 国产鹿荣 是岁与七成同地书 这一对利用没错 交完岁 你赠完新新报 开始开岁 要怎么办 可以用盲楼刷上定了 两位一应 宿命贺人三种方式会合 你本来是不同意 岁与利用 可以在6月前一日 利用盲楼 下来到国产鹿新报 岁与七成 国产鹿新市 好的行动保养 从现在开始 将为人生建立交园 不齐给力 还不美丽 立即拨打 0800-002-888 德国百年专业喜剂 Darling 彩色英物 护色增艳 一般英物 强效洗白 命动纤维 保持弹性 呵护我们敏感的皮肤 德国王牌喜剂系列 麦大利 好 欢迎回来 这个有请詹总 詹总的选股 这个大盘 如果你担心 有一点风险的话 那么不妨你把你的 注意力焦点 放在一些风险很小 可这个反弹 可能利润蛮高的股票 也就刚刚跟大家 想到一些大盘的分析 如果你不是很认同 不管你认不认同 你可以不用听 但是你把你的眼光焦点 focus聚焦在这几檔股票 就可以了 那这几檔股票 其实是上个礼拜 跟上上礼拜 我们推荐的一些股票 那我认为这些股票 它不是最飙的 因为它是很有基本面 它不是投机股 所以它走了 可能会比你预期中温吞 但是它趋势是对的 所以它风险很低 但是利润恐怕 未来也不小 稳当一点 对 比较稳当 比较稳当的个股 好 那么我们刚刚已经示范过 设备股里面的凡宣 两个礼拜 不到两个礼拜 已经三十几%了 那同样的设备股里面 你就可以同时间再注意到 我们过去谈的这两档股票 比如来看一下亚翔 亚翔 我们看一下亚翔 这一波一定它跌得很干脆 跌到这地方 小底型已经出现了 跌到这个位置来 其实说真的已经低过 它的净值 跟它应该的业外 都已经完全渐渐在这一波 把它的营收不好的情况 统统打掉了 所以我认为这个地方 它是有空间可以做串生的 这是亚翔 那油田 我们看一下油田 油田这档股票也是一样 就是我认为它 因为基级比较低 还没涨的 那基本面大家都很了解的 它也刚好 完成一个下降的下降期 那这个地方慢慢时间 它应该会突破这个下降期 未来空间也应该是不小的 好 设备股三档 OK 那另外有伪权店 这个是三个礼拜 我们推荐给大家 它的现金蛮有趣的 就是拉回来之后形成 现在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对称收链三角形 那这个对称收链三角形 会出现在哪里呢 出现在第二波的基地比较高 那换句话说 收链就是你的机会了 大家都学过的 好 这个是伪权店 财经 财经 讲得比较久 华欣集团的股票 大概剩下这档股票 没有涨到 但这档股票上个礼拜 我告诉大家 它是一个大收链三角形 大形态是一个大收链三角形 小形态它形成一个圆弧底 对 那么你看看这档股票 虽然外资已经开始有一点在买了 融资很多 筹码很乱 但是请注意 我认为这个地方是一个中短期的买点 我认为它下降的空间 向下的空间很小 向上的空间是还不算小 所以他认为华欣集团里面 应该这档股票会有一些补涨空间 对 张总说它摇呼拉圈 摇好了就上去了 摇料差不多了 我认为算算 帮你掐紧算 那我们来看一下罐子 那既然这个 这个改建条例都已经过了 六百年三度通过了 老屋就同建条例 那这档股票我们上个礼拜拉长一点来看 我说打到这个地方 稍微再拉长一点 OK 我说打到这个地方 刚好是一个怎么样呢 它是一个双底的位置 那过去这里是一个相形 相形跌破 打到对称的两倍 刚好达到这个满足点 做成双底 然后至少这种现形出现 它应该会有机会来做出一个对称的优间 是 我们上个礼拜讲过之后 你又没有发现 这个地方果然没有慢慢出现圆股形 对 那我认为这种股票比下偏低 那未来有题材 台币又在升值 那我认为所有零件类股里面 这两个股 应该最具备了向上座串生的空间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好 非常谢谢詹总 那么詹总的这 帮大家挑到这六档股票 其实都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所以这两三个礼拜都已经看到 开始网上涨了 给您做参考了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面 他这个还蛮挑嘴的人 好险 留他 业界首创 侧重 温控 智慧双感应 自动调理 美味精准 零误差 料理可以百变 但美味绝对不能变 日本原装生活美学 Hitachi 老师 小孩小我同学一直在养人家 小鹿山丘一品双孝